8月3日,新疆召开疫情防控第17场新闻发布会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尚宇兰介绍 乌鲁木齐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连续4日下降 累计确诊病例数增幅与前期相比趋于平缓 据新疆卫健委官网显示 8月2号零时至24时 新疆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28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7例 根据新疆卫健委官方数据显示 7月29号、30号、31号、8月1号 分别发布新增确诊病例为96例、112例、31例、29例 全市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连续4日下降 累计确诊病例数增幅与前期相比趋于平缓 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但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动下 疫情形势总体上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特别是随着治愈出院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人数的增加 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全市各族群众理解支持下 早日打赢疫情防重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新疆卫健委官网显示7月15号零时至8月2号24时 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30例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26例 根据乌鲁木齐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7月16号的通告 自7月15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以来 为防控疫情乌鲁木齐市于7月17号开始实行小区封闭管理 严控人员流动 截至8月3号当地民众在家避疫时间为18天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测评科主任夏夜林说 目前居民对疫情的认知和了解相比年初已有增加 恐慌心理有所减少 但一下子改变正常生活规律 容易让人产生打乱生活的稳定感和节律感 十日一久就会产生焦虑、沮丧、担心、烦躁等负面情绪 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正常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调整保持心理健康和平衡 居民可以通过与家人交流表达自己的情绪 可以通过深呼吸、示意的运动等释放情绪 也可以通过做一些平时没时间做而自己感兴趣的事 如绘画、听音乐、学习一项新技能等来转移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态清河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疫情 看待生活 增加心理抗压能力 通报中 官方对乌鲁木齐市 在建重点项目施工现场 和各农贸市场防疫期间的管理 做出了相关工作措施 新疆卫健委官网显示 截至8月2日24时 新疆现有确诊病例590例 上有14,93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